中共總書記、國家主席、中央軍委主席、軍委聯子總指揮習近平 在8號視察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表明新一屆軍委、官司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加強練兵備戰的鮮明態度 他強調全軍要全部精力、向打仗聚焦 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勁、加快提高打贏能力 有效履行新時代我軍使命任務 他說黨的二十大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、偉大復興的全局出發 對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戰略部署 強調要如期實現建軍一百年的分擔目標 全軍要認真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部署要求 將黨的二十大精神學習好、宣傳好、貫徹好 確保黨的二十大精神讓部隊落地生根 以實際行動、開創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新局面 迅速度過分 雙方的科技